本片即將開始 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興大學王 鹹酥雞 支持Jennifer 下訂閱 按讚 分享 按小鈴鐺有新片通知喔 有妳的知識 拍更好的片 嗨 大家好 我是Jennifer 我們今天又到了隱藏美食分享時間 沒錯 那我這次要跟大家介紹什麼呢 這一家就是 我們最常吃的深夜宵夜 Tambula 也不是Tambula 算鹹酥雞 然後有很多種 就是有雞排 鹹酥雞 還有四季豆什麼的 就這樣 重點是 這一家的話呢 是位於在台中市的中興大學門口的學府路 然後旁邊的那個仁藝街這邊 那我等一下會展示它的位置給大家看 大約在哪裡 好 那我們現在在這家店在仁藝街上 那我們現在正在學府路 直走就是中興大學的這門口 好 那我們現在拍過來仁藝街 它就是一個小小很不起眼的小攤販 我們現在把它放大給你們看 沒注意真的會忽略它 好 那我們現在從人藝街上拍過來 學府路 對不對 我來 好 老闆正在忙碌的 炸我點的東西 你看 它其實內容物其實就是蠻家常的 但是 是很好吃囉 叫我要評價 沒錯 就在這個位置 那它其實就是在巷子內 所以也不容易發現 那因為老闆也是很低調 所以它也沒有說很極力宣傳 主要是它休假時間比較不一定 也不會公佈 所以我常常也會撲空 因為它是讓人這樣 等一下我們家的狗偷舔了一塊 寶貝 不行 好 那我們現在主要的話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一家 它這個天布拉真的很厲害 它是比較 它是有沾醬式的 台南式的 我有去查 它們是屬於比較台南口味的 然後天布拉是屬於這種比較硬的 就是吃了會讓人家在想要吃 常常就會回去吃 因為以前我也沒有很愛吃這種雜物 然後但是這一家真的會讓人家 我介紹的朋友親友其實大家都很喜歡 對啊 好 那我們也廢話不多說 好 我們今天就馬上來試吃 今天呢 Jennifer買了總共花了540元 你看這個畫面看起來多美味啊 那也不囉嗦 我們立即馬上介紹 好 那我第一樣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它的 糯米腸跟米雪糕 來大家看一下 那這一個都各15塊 它之前還會特價兩條 會25 但是它最近沒有就一條就15塊 可能原物料成本上漲吧 好 那我讓大家看一下 它就這樣 其實它就主要是它有沾醬 它的沾醬 然後 內容是一樣就是一般的糯米茶 那我們現在吃看看 它就是裡面軟軟的外面硬硬的 然後它主要是它 這個是口味15塊算一般啦 但是它就是醬 醬加起來就變得還蠻好吃的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第二樣 豬血糕 讓大家看一下 哦 OK 好 那這也是15塊 就這樣長長的一條 好 那我們現在吃看看 它這個豬血糕偏硬 它吃起來很有嚼勁口感 然後這因為主要就是它的醬 但是加上去就是加分 然後為了一點加一點微辣 好 那我們再來呢 就是試吃它的 皮蛋 皮蛋一顆20 比較特別 如果不敢吃皮蛋的話呢 其實這一道大家常常會忽略它 但是因為我 我也其實也不太愛吃皮蛋 但是上次就是想說 換點口味點了之後吃下去發現 哇 意外的好吃 對 那我們現在馬上試吃給大家看 那你們看一下切面秀 就這樣一般皮蛋沒什麼特別 沾粉 它吃起來感覺就是 沒有那個皮蛋的 以前會覺得會有點臭皮蛋的味道 它完全沒有 就整個很好吃 然後加上它的醬 QQ的 裡面軟軟QQ的 OK 那我們再來下一樣要什麼 我們下一樣要來吃 重的頭戲啊 鹹酥雞 對 最常普遍吃的鹹酥雞 好 那我們現在吃吃一顆 那你們看一下 它的粉喔 算裹得比較厚 對 那我們現在吃看看 你看啊 它的粉喔 算裹得比較厚 然後吃起來呢 其實就是 因為可能我比較晚吃的 所以會比較冷掉 會比較硬一點 但是還是熱熱的啦 它這一款的話 它價位的話 大份70 中份50 小份30 那滿平價的 那我是買大份 大份就大約這個容量 然後我們再來吃雞排 來 雞排在這裡 我叫它切了 我有請它切 哇 它這個肉類的特色就是 就是有果粉 然後有沾醬 對 那你們看一下特色 就這樣 尖叫就這樣 然後這一份是55塊 好 那我吃看看 它這個雞排喔 因為醬的關係 吃起來也不會膩 然後肉的話呢 其實就是跟一般的雞排 其實大約差不多 算你的評價啊 如果說你想 今天不想吃果那麼多粉的鹹酥雞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吃雞排整片的 然後請它切 好 那再來我們就介紹雞皮喔 雞皮讓我們看一下 耶 好 我們現在吃 讓你看看 就這樣 很硬 非常硬 插下去很硬 那我們這樣馬上吃看看 那雞皮的部分的話 它吃起來就是偏硬嘛 酥酥脆脆的 你看它的形狀就知道 它整個就是很硬 那如果你壓口不好 我還是不建議定 那雞皮它一份的話呢 大份一樣是跟鹹酥雞一樣 一份是70 中份50 小份是30元 然後再來呢我們就分享蔬菜口味啦 我這次點了三種蔬菜 蔬菜有四季豆 你看一份四季豆30 然後玉米筍也是35 然後這個青椒的話是30 我們一起試試跟大家講心得 OK 那我這個菜吃下來 你看四季豆這樣一點點而已就30 其實算蠻貴的 但是它整份這樣下來 所以我想吃蔬菜 或是你一起吃的親友們 有人喜歡吃蔬菜 所以會一起點 要不然這樣其實算蠻貴的 但因為它的醬比較厲害 所以整個就還蠻好吃的 那我們今天重頭戲來了 今天重頭戲什麼 就是我要跟大家推薦的 甜不辣 喔這真的是 我以前真的是有點 甜不辣控 控算控口 我們今天 就是甜不辣控的意思啦 愛吃啊 愛吃甜不辣 它這個喔 你如果要點甜不辣 一定要早一點去 它每次點都要等快15分鐘 那它就是把 從一般甜不辣的樣子 炸成這樣酥酥脆脆的 來我不信我敲給大家看 GOGOGO 有沒有聽到 很硬啊 這牙口不好吃也是 是比較辛苦的啦 那這一份的話呢是50 大份50 小份是30 對 然後這個是 我去嘗它是屬於台南口味的炸法 非常好吃 給你們看 特寫 好 好 現在馬上吃給大家看 喔現在很韻 這個甜不辣呢 我就真的給它滿分啦 不用講了啦 就是這個超好吃的 我極力推薦大家去吃看看 但是 要買它的東西 要有緣分 因為有時候 它休假不一定 所以 可能不一定買得到 OK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 你們會喜歡 那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隱藏式的美食推薦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Jennifer Jennifer如果有入用 也會送精美小禮物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掰掰